小朋友大家好 亚轩阿姨又要来讲故事咯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屁屁侦探 这本新的哦 屁屁侦探恋爱了 今天呢 多了一个主角 叫做贝利咖啡店幸运猫 新来的兼职人员 未来的梦想是自己开一间咖啡店 他很怕晒太阳哦 外出的时候呢 一定要撑阳闪 那他对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哦 好 故事开始咯 啊哼 谎言 我已经好好收着了 祝你旅途愉快 对着讲完电话的屁屁侦探 布朗问 哦 已经找到一个 妥当的地方 是谁打来的电话 以前解决过事件的 梁柳家的新叶小姐 我接受她的委托 帮她保管名为黄眼的戒指 由于呢 她要去沙漠旅行 大概有一个月 会没有办法联络 因此出发前呢 先来打个招呼 听说是清叶小欧姐 很喜欢的戒指 不过因为不耐干燥 所以没有办法带去 会请屁屁侦探帮忙保留 她一定很信任你哦 隔天呢 当屁屁侦探和布朗呢 像平时一样 为了享用下午茶 而来到幸运猫的时候 哇 店里已经满满的都是客人 布朗很惊讶的问小玲 这是怎么回事 哦 都是冲着呢 今天新来的员工 哇 好多人哦 新来的员工 太可爱了吧 走进店里呢 看到一位陌生的女性忙碌的工作 她说 您好 我的名字叫做贝莉 她因为希望将来有一天呢 能够自己开一家咖啡店 所以她来这里学习 请老板让我在这里工作 哦 她好漂亮哦 屁屁震撼 我叫做屁屁侦探 呆 气味跟平常不一样呢 布朗怂怂鼻子说 那是贝莉的香水 虽然我觉得在咖啡店使用香水不太适合 小玲很快地看了店长一眼 拜她所示 店都客满了呢 让她来这里工作真是对的 屁屁侦探和布朗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贝莉端的红茶过来 那你久等了呀 当 哇 她把那个红茶呢 不小心弄倒了 泼到屁屁侦探的手上 然后她就说 真是太抱歉了 屁屁侦探说 哦 不会不会 没关系的 贝莉呢拿到店长 递给她的急救箱之后呢 很细心地帮屁屁侦探处理手背 烫到的地方 隔天呢 贝莉特地来到屁屁侦探事务所 哦 她就很不好意思来看屁屁侦探哦 她就说 烫伤的地方好点了没 为了借钱呢我想要做饭给你吃 啊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哦 幸运猫的红茶为了喝起来适口 有把温度调整到刚刚好 贝莉突然 亮呛了一下 有一点头晕 可能是晒到太阳的关系 哦 我不太能晒太阳哎 哦 她就整个人就倒下去了 我买完东西才发现 自己把羊伞给忘了 但是又想找一点过来道歉 所以还是先到这里来了 能帮我找一下伞吗 真的非常抱歉 呆 贝莉小姐请好好休息 屁屁侦探和布朗出发前往贝莉刚刚才买东西的市场 哦 他们要找贝莉的雨伞 雨伞是白色类似边 黑色阳伞 我们来帮她找找看吧 哪一把呢 在哪里呢 贝莉的羊伞在哪里 在这里 你找到了吗 没错 就是这把伞 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呢 穿着围裙的贝莉走出来迎接 我的头晕已经好多了 所以借用了厨房 欢迎回家哦 我正在煮咖喱 贝莉说 啊 咖喱 屁屁侦探不能吃辣的东西 哎呀 原来是真的啊 那我改煮成炖菜 幸好还没有加香料呢 屁屁侦探 他们围坐在贝莉 精心 煮的料理前面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隔天 隔天傍晚 在整理书架的 屁屁侦探 转头对布朗说 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当布朗这样锁门的时候 贝莉突然冲了进来 我打工结束 正要回家 但是觉得好像有人沿路一直在看我呢 贝莉一边发抖一边说 屁屁侦探可以帮我看看 有没有人在跟我吗 我觉得好害怕哦 呆 说不定是贝莉小姐的粉丝哦 屁屁侦探和布朗 朝外头走去 然后看到楼梯下面 有一个人影蹲在那里 哦 在看贝莉小姐的人 就是你吧 不知道是不是被布朗的声音吓到 那人影呢就消失在巷子里 讨厌被他逃走了 看看这里布朗在刚刚人影蹲的地方 放着一个本机 巷子里散落的东西中 有跟本机一起使用的器具 把它找出来吧 哦 本机应该是放什么呢 扫把吗 我们来找找看 是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跟本机一起呢 书 不是 盖子 不是 不是 应该是这一把扫把哦 没错 就是扫把 扫把上面呢 贴了一张贴纸 嗯哼 是幸运猫 隔壁那家店的名字呢 去那家店询问 门里有一位男性 探出头来 请问这个扫把汉本机是贵店的东西吗 看来是本店的东西 没错哦 果然 就是你在偷看贝莉小姐吧 啊 就是这个叫声 让我受到惊吓 而不由自主的逃走 我注视的 不是那位叫贝莉的人哦 能吸引我 目光的女性 只有一位 像是 出血般白皙的肌肤 像是能把我 包覆起来的刘海 像是 能射穿我胸口的锐利眼神 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身影 全都十分完美 她那像恶魔一般的魅力 叽咕噜 叽咕噜 男子边叽咕噜的碎碎念 边抢锅哨把汉本机 把门关上 嗯哼 总之先回去跟贝莉小姐说明情况 回到事务所 贝莉露出充满歉意的表情 我在想想 贝人 偷窥这件事 可能是我多心了 真不好意思 贝莉在低头道歉之后 离开了 啊 只要是人都会 犯错 不送她回家 没关系吗 不然 望外穿外时 贝莉也正好回过头 嗯哼 贝莉小姐一靠近胸口 就会蹦蹦跳呢 屁屁侦探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一直盯着 贝莉离去的背影 看了非常久啊 隔天下午呢 小玲特地带了东西来到事务所 我听布朗说 屁屁侦探的样子有点不对劲 吃点老爸做的地瓜派 打起精神吧 打扰哦 什么 地瓜派 一看发现贝莉正在那边 昨天真是麻烦你们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特地买了黄金地瓜 想要来做地瓜派 因为听说您非常喜欢 请您一定要尝尝看哦 贝莉的目光 紧紧盯着屁屁侦探 黄金地瓜是极紫衣夫人家的吧 原来如此 我们家的地瓜派 平日随时都吃得到 小玲匆匆忙忙的离开了 那么我来做地瓜派吧 从篮子里拿出材料之后 贝莉叫了出来 少了黄金地瓜 我明明有买耶 是不是忘了拿呀 慌慌张张往外跑的贝莉 摔了一跤 啊好痛哦 因为是行动摊车 有可能已经开到别的地方了 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啊 你还好吧 我很想亲手帮您做地瓜派 所以希望你能想办法 帮我取回黄金地瓜 这个屁屁侦探 看起来很不好意思 屁屁侦探和布朗 让贝莉在沙发上休息 然后走到外面来 黄金地瓜在哪里呢 不知道贝莉小姐在不在 来哦找一下哦 怎么了 小玲突然冲出来 心情有点闷 想去骑车兜锋 寻找五个屁屁 哪里有五个屁屁 然后这边要找黄金地瓜 这个怎么会掉地瓜出来 这个吗 屁屁 五个屁屁在哪里 一个 好难找哦 帮忙找一下 怎么只有一个 刚刚客人忘记拿走了 东西在这里呢 好 全部捡到了 贝莉走出来 迎接回到事务所的两个人 谢谢 我马上开始做地瓜派哦 过了不久 从厨房传来贝莉的呼唤声 餐桌上已经放了刚出炉的地瓜派 还有刚泡好的红茶 我想让屁屁侦探第一个吃 因为我是特别为您做的 颜色出奇的红哎 来请尝尝看 看起来很好吃 我开动咯 我开动咯 啊 好烙 咚 啊 讨厌 我好像一不小心 我把香料当成砂糖了 不然怎么办 从前昏倒时 是靠小林小姐 调制的饮料 拉西 我去拿来 贝莉 赶紧扶起屁屁侦探 让她躺在床上休息 当布朗回到事务所时 看到贝莉正站在电话旁 杨柳家的新夜小姐 打电话过来 她希望能马上把黄炎送过去 什么 可是保管的地方只有屁屁侦探才知道 她好像非常急切的样子 啊 偏偏在这个时候 贝莉赶紧去问 浑身无力还在头昏脑脏的屁屁侦探 带尾保管的黄炎放在什么地方 我我我我爱滴滴滴滴滴 哎呀 听到真开心啊 当然我也是哦 那一定是某本书名啦 什么什么啊 原来如此 他是说 他东西是放在那一本书里 布朗和贝莉一起去看查看呢 书架商的书 哦 有这一本吗 我爱地瓜派这本书在哪里呢 哦 这里哦 找到了 贝莉把书拿出来 里面其实是一个盒子 啊 终于找到了 这就是黄炎呢 好棒哦 那我现在就把戒指送去给星夜小姐哦 咦 啊 好 走出事务所的贝莉看着戒指 然后把戒指带到自己的手指上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从贝莉的后方传来围络的说话声 啊 请等一下 说话的人呢 是屁屁侦探 贝莉小姐 贝莉小姐 我想要多认识你一点 你愿意给我机会认识真正的你吗 真正的我 对 你的真面目哦 什么真面目 难道你以为我说了什么谎话吗 啊 从幸运猫走出来的客人们也纷纷聚集过来 诶 这是贝莉小姐吗 今天你没来打工 让人觉得好失落 哦 贝莉小姐端出来的咖啡 格外的香啊 对呀 正如大家所说 我只不过是个刚来幸运猫打工的菜鸟 那么在确认你的正面目之前 我先来说说你真正的目的好了 什么目的 我只是想要学习跟咖啡有关的事情呢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你的目的不就是相在 那枚戒指上的黄眼吗 每次只要把贝莉小姐单独留在事务所里 回去死就会发现 房间里有被翻找过的痕迹 让我们回想一下吧 有吗 第二页 第二页 这里是原本的 然后12页 有吗 有被翻找过吗 看一下 这个排整齐这个也排整齐 这个盖子有打开 然后20页 你有看出来吗 有发现有被翻找过吗 每一页都有一样东西被移动过 这一页 这一页是哪里被移动过 没错 刚刚说这个盖子 墨水和羽毛笔的位置放翻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吗 第二页 墨水和羽毛笔的位置 真的耶 它是反了耶 哎呀 这恐怕是您太多心了 要是侦探的话 应该有办法指出更更确切的证据才是 我可以离开了吧 我还要把戒指送去给星夜小姐呢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指出 确切的证据吧 屁屁侦探 追着走下楼梯的臂力 咚 我要打电话给星夜小姐 确认你刚接到的电话 真的是星夜小姐打来的 因为她之前才说 会有一个月左右 无法联络 而且她的戒指 既放在我这里 都还没有超过一个礼拜呢 我现在应该是说 不愧是 我现在应该说是 不愧是屁屁侦探对吧 好像只能让你永远沉睡了 当然 绝不会只是刚刚地瓜派那种程度 嗯 虽然我并不想用出炉的举动 对待淑女 不过没办法了 请龙我失离 吸气 不 屁屁侦探呢 她就 放了一个响屁 啊 不 啊 哇塞 看 他竟然用这个 雨伞挡住 这招式有用还是没用 那 所以我早告诉过你 他跟你到目前为止玩弄于鼓掌之间的那些 家伙完全不一样 往声音传来方向看去 一枚男子站在那里 好像是这样了 居然会怀疑我 算了 没关系 反正戒指已经到手 贝利一边说一边逃往屋顶 戒指 还来 而且旁边那个男的又是谁 他是我的老朋友 您的事也是他跟我说的 像是不能吃辣呀什么的 你们让我度过了有趣的时光 我就以我的真面目当成回礼啦 我是 怪盗学院的成员 怪盗兵 我的目标是所有能够衬托出我美丽的东西 什么 贝利小姐是怪盗 而且你说的那个怪盗学院 我好像有听过 那是个国际性犯罪集团 透过怪盗学院的情报网 选定下手的目标 为了接近对象 假扮成各种不同的人物 有时候是秘书 卖火柴的女孩 学生 公主 偶像明星 空服员 艺术家 让对方甘心 臣服而不会起疑 哦 没有重计成为俘虏的 您是第一个呢 明明我还做了准备 让您的头肿是昏昏沉沉 哦 原来 它指的是香水哦 应该是放了香料的成分在里面 每次呢 只要贝利小姐一靠近 那个屁屁侦探的胸口 就会像吃到辣的东西一样 碰碰碰碰碰碰 所以 你的样子才会怪怪的 正是如此 优秀的您 哪天说不定 又会与怪盗学院的成员 狭路相逢吧 还有其他的成员吗 以灵手怪盗居为中心 组织内还有许多怪盗 最好 别被他们盯上了 啊 我们聊得真开心 显然 谎言会是让我 充满回忆的纪念品 走吧 怪盗呦 怪 怪盗呦 布朗叫了出来 等等 怪盗呦 您也是怪盗学院的成员 我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 屁屁侦探 你跟贝利的这场对决 还真的相当精彩呢 随着气球缓缓上升飘起 怪盗呦他们就此离开 可恶 因为怪盗呦的角局呢 让戒指被夺走了 不然戒指没被偷走 那是纺制品 什么 没有被偷 那是纺制品 何况要是没有怪盗呦的角局 而被喷的香水 会有什么后果 这么说来 反而可能是被他救了 怪盗呦对注视者戒指的贝利说 真是了不起 不愧是屁屁侦探 这场对决是你输了哦 贝利 仔细看看戒指 仿制品 虽然被骗 你好像还蛮高兴的 贝利边打开阳闪 边这样说 因为搞不好 最后成为俘虏的人 其实是我 我就在这里告辞了哦 然后他朝着夜晚的小镇 缓缓下降 呵呵 看来越是不容易到手 就越是具有吸引力 回到事务所后 布朗问屁屁侦探 什么是纺制品啊 刻意做得很像真品的样子 为了确认贝利小姐的目的 而事先准备了 不只是事务所有被翻找过的痕迹 他还说了一句让我很在意的话 很在意的话 什么话呢 听到我不敢吃的东西是咖喱斯 贝利小姐说 原来是真的啊 明明是初次见面 说的话却像是早就已经知道了一样 哦 屁屁侦探很聪明哦 不愧是你啊 话说回来 真正的黄眼在哪里 嗯哼 要是说他放在我最信赖的地方 你知道是哪里吗 屁屁侦探恋爱了 完结篇 是长裤的扣子 让布朗的贴身带着 我就完全不担心 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吧 啊 到底是什么时候缝的 屁屁侦探好聪明哦 把他缝在这个长裤的扣子 好 我们 这一则故事讲完了 屁屁侦探恋爱了 谢谢小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